今年4月22日 马来西亚槟城州政府 第一次联同马来西亚佛教总会 及槟城各寺院各佛教团体 一起在槟州大会堂举办 槟州全民庆卫赛 提前与成国人民庆祝卫赛节 这次的召集是由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做召集 然后整个卸办单位是我们槟州的各佛团 经过多次的会议以后 我们都感觉到说其实慈祭是很专严的 因为慈祭它在控制这么多的人 吵在膳食的部分 真的有一套非常完善 还有很非常专严的一个方式 感动于慈祭之功完善 而圆满的成就大会活动的进行 两个星期之后 马来西亚佛学院的世纪尊法师 带领几位法师和两位行政人员 前往槟城佛教慈祭洗肾中心捐款 护持筹目建设医疗基金 我们觉得最应该可以受用到的 而且让这个捐款的人功德做得最大的 也真的受用到一切众神的身上的 只有这一个管道 所以我们就一节把这个款项捐给慈祭 因为慈祭在用钱的部分 我们相信是不没因果 就是因果是正确的 此行目的除了捐款 法师们也把握机会参访洗肾中心 通过护士和圣友们的分享 更了解护理人员如何把佛教精神 落实在工作中 甚至带动更多的圣友走出病苦 体会走入人群付出的欢喜 我们感到有这个机会 可以组织去做法师 可以让我们见苦吃福 大爱新闻杜惠希 庄志文张瑞月 马来西亚槟城采访报道